爱好树画的朋友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 山水画树当中 双钩和莫谷的画法结合问题 我勾一条线 现在这条线我勾完了以后 我要画一个树枝或者树干的话 在这条线的左侧或者右侧任意去画 但是不要并列这条线 大家看不要并列 并列就不好看 如果我还是勾一条线 这条线我没有并列 我还是错位画了一条线 这两条线之间仿佛就可是虚的 这就是实的 这样的话呢 我这条线再画的时候 我可以画到这儿虚接 然后我可以再练一笔这样勾 在这样接的时候 它就出现一个体积关系 不是平面 如果画到这儿以后 我要是这样接 它就是平面 大家看得出来 这就是平的 这是立体的 在这基础上 我还可以再穿进一个枝子 一穿就更加立体了 然后我分出一笔 一看 这就是一个会勾枝 讲究关系才这样勾的 而这个就欠缺在这个衔接的结构上 这一点在画树枝的时候大家都领悟 也都能够了解 很容易掌握 但是 我们在两个双钩线条碰撞 连成一个组织的时候 还可以经过点墨骨的线条联系 墨骨 加钩 这是墨骨 加钩是补笔 墨骨 加钩 加到这儿以后 这么穿过来 再加墨骨 墨骨 墨骨 墨骨到双钩 它是这样变好过来 很自然 有的时候画到这儿 怕这个和这个之间还连不上 我们有意的 存一存 擦一擦 这是一种补冲 下面 我把刚才那个画的不理想的字 把它改好 变成一个能够用的一个字 画面当中的字条 画的越熟 到这地方越要虚 衔接笔触 有的笔触 就放在这儿不动 等着下边的线条跟它接 这是一种需要 不动 有的笔触 在这儿 就直接连上 有的笔触 单画一只 又是放在旁边 又是放在旁边不动 等着衔接 这些衔接的办法 有一个总的规律可循 比如说 衔接笔触要虚 这笔比如十了 接过来 这笔 一定要虚 不要接十 要虚接 这笔虚接了 下面一定要十 这笔 这笔可以续接 这样的画面 阴阳相背 它是交错进行 就使得树枝也好 画面的其他的线条也好 有一种体积感 有一种体积感 分支 到这个地方分支 如果这是一条线 我们避免从这儿 分一条实现出来 所以这儿可以出现一个墨骨 为了突出这个亮点 出现一个墨骨 补笔 那么这个补完了以后 由于上面是墨骨的 下面是钩的 它就是一个 转过去的 阴阳相背的关系 上面的小枝就好办了 小枝一般情况下 就不双钩了 我们就可以用墨骨的形式 来创造一个 一组 或者几组的疏密结构 它怎么都能跟这个双钩的枝掌上 大家看到了 我现在已经把它连上了 它只是去补充那个双钩键条的不足 它不会破坏作用 小枝一化 树的形态就有了 而且 树密关系也逐渐的被我们刻画表现出来了 把它一连 又是一幅完整的画 这个刚才我说了 我画到这没画 现在我不需要画过来了 我就横着给它 练到那个枝上了 就正合适 下面呢 我还是要把双钩 墨骨的结构关系 再通过另外的两棵树来表现一下 大家看 我双钩 一个树干 双钩一个树干 这时候我的思路就是 先把这个树的造型把它码出来 这样 它就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在这 存擦一下树皮 转折一下树的主干 这样一个松树的形态有了 形态有了好 下面如果再出一个树 这棵树一定要墨骨 不仅墨骨 颜色跟这个还有点差异 比如这个是重的 那么我这个稍微让它带一点 墨骨的形式出来 碰撞到这双钩的地方 它就形成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一种 笔墨上的情绪关系 虚实上的 对比关系 那么这个双钩也不能画的很死板那种中锋 也要有补笔的位置 这样才能和前面那个 这个墨骨 这样和前面那个双钩就形成一种统一性 统一性 这样一补笔 就是说前后都有点线条 但是前面那个线条是以线条为主 而后边那个那棵树呢 是以墨块墨色的大笔处为主 不是以小线条为主 这样这两棵树呢就有了一个手法上的明显区别 我为大家画的这两棵树虽然画的不是很具体 但是我说明的道理就是双钩跟墨骨可以组合在一个完整的画面当中 双钩和墨骨同时在一棵树里可以表现 两个树之间前后也可以表现 我们充分的利用这两个绘画的表现手法 可以使您的树画的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有一种空间层次立体的效果